如果你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太爷爷 他给你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但继承的前提是解开他留下了一个谜语 你会怎么做 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您看客单天狱版第403-404集 台外称呼版第437-438集 诡异的天使之管 故事还要从一个名叫伊士川章三的老爷子说起 二战后 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在日本股市里叱咤风云 赚得盆满钵满 被股民亲切地称为东方巴菲特 如果将人生视为一个没有回头路的赌场 那么这位股市传奇人物在临终前 选择再次豪赌一把 关于他的天量财富的继承问题 他的遗嘱里留下了一个谜语 他的后代可以按照继承权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解谜 每位继承人有24个小时的解谜时间 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开谜题的 就可以得到他的全部财产 而今天的主角 隔壁班的女生百合子 正是继承人之一 这天拥有继承权第十七顺位的他 找到少年侦探团 希望少年侦探团能帮他解开这个宝藏谜语 百合子情况特殊 父母私奔结婚 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因车祸去世 母亲也在去年病逝 他没见过双亲的任何亲戚 因此在这项计划的监督执行人 同时也是张三老爷子的秘书 钟的建议下 百合子找到了少年侦探团 面对这种送上门 又具有难度的挑战 可难自然是来者不拒 就这么的少年侦探团上了钟的贼船 啊不 跟钟前往解谜地点 天使之馆 和蓝色故宝的主人一样 有钱人的豪宅都喜欢建在深山老林里 不同的是 天使之馆更加雄伟壮观 整体由四五个场馆组成 位于中心的场馆叫斗牛之馆 坐落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由四个天使守护的场馆 分别叫南之馆 北之馆 西之馆 以及东之馆 前面四个场馆维护得很好 唯独东之馆破败不堪 看起来就像幽灵出没的鬼屋一样 因为老爷子圣前交代过 不许任何人接近 所以终究没有进行日常维护 老夫人英年早逝 孩子们长大之后又陆续离开这里 因此现在整个天使之馆 就有中一人守着 幸好长谷南宝措施和探照灯 在日落时分就会自动启动 不怕有人闯入 这些措施能不能震慑心怀不轨的人不知道 反正不没有被吓到 当探照灯照到对象的天使时 在黑夜的沉托下 温柔漂亮的天使 开始变得阴森恐怖 作为主管的斗牛之馆就比较朴素 只是在馆内馆外都摆有大量的牛雕塑 柯南对这些不感兴趣 只是想知道谜语是什么 但钟看了看手表 称时间还没到 在此之前 一行一步北馆就餐 九足饭饱之后 钟才向大家宣布谜题 牛角消失 尾变成头的时候 天使飘落而下 吹起笛子 那个曲调正是我的宝藏 天使之馆的安保措施做得极好 处处设有机关陷阱 现前参加挑战的人不是身受重伤 就是失踪至今 因此终希望大家能谨慎行动 安全第一 然而越是这样说 就越有人以身涉陷 为了抢在柯南前面解除谜题 俘获百合子的芳心 园台和光燕偷偷溜出来调查 没想到有人节足先登 不美拉着辉员先到一步 只见辉员围着斗牛之馆 最大的牛雕像转了一圈就有所发现 从他站的位置朝吸管看去 因为角度问题 牛角消失了 因此灰燕觉得西之天使很可疑 虽然辉员给出了参考答案 但是元太和光燕各有各的相发 元太认为 藏宝地图就藏在牛角上 光燕自然觉得 破败的东莞更加可疑 意见不合的两人只能分头行动 没想到元太几经住着爬上雕像 然后满怀期待的转动牛角 结果牛角纹丝不动就算了 甚至还因为用力过猛从上面滑了下来 元太出师不力的同时 不美和辉员也在紧锣秘国的 寻找启动西天使塔的机关 然而机关没找到 却遭到黑影暗算 强烈的电流声让辉员意识到 墙上有防盗电网 对方恐怕不是想取他们的性命 而是提醒他们有电网 但不管如何 此地不宜久留 辉员和不美遇险的同时 光燕小心翼翼地走进东莞 尽管他眼观溜露耳听八方 但还是被转角的牛头吓了一跳 气急败败的光燕直接给他一巴掌 正是这一巴掌 意外转动旋转门 打开了光燕的潘多拉摩盒 来到另一间房间 光燕一眼注意到 壁炉上方的金牛没有牛角 符合条件 于是光燕按照谜语提示 把牛头和牛尾调转一个方向 然后钻到桌子底下青触墙壁 意外掉进一个漆黑的密道 刚打开手表 电筒往前走几步 电筒就照到了惊人的一幕 吓得光燕连滚带爬 一出壁炉就看到 中和园态守在外面 惊魂未定的 他赶紧将发现白骨一事告诉中 中震惊过后表示 可能是妾贼在迷宫里面迷路而亡 第二天一早 少年侦探团聚在一起讨论线索 发现昨晚他们三路人马一无所获 前面有16位挑战者 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让园台不由地怀疑谜语的真实性 但转念一想 中没有理由骗百合子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擦掉了其他挑战者留下的信息 其实光燕他们也不算没有收获 至少排除了谜语中的牛 不是指公管里的牛雕像 既然不是食物 那就是蚊子本身 把汉字中的牛的脚去掉 那就是五 古人以十二支配方位 五放在十二支里的话 为正男 也就是男之天使 另外五也有正五的意思 现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 如果推理正确的话 现在墙上应该没有电网了 果不其然 柯南上前触摸墙砖 不仅没有被电到 还顺利打开了塔门 塔内有一道光线从上往下照 光柱中间有一个瓶子 瓶子里面有个黑色的东西 因为瓶子拿不起来 所以柯南单独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发现是块黑水晶 第二句谜语是 尾变成头 也就是指五对面的紫 紫的方向是北方 所以下一个关键信息 在北天使塔里 然而柯南刚得出这么一个信息 百合子就发出一声尖叫 只见他被钟牢牢拽住胳膊 柯南他们想上前营救也来不及了 因为地板突然松动 少年侦探团全部掉到地下迷宫 看着眼前这些四通八达的路口 柯南这才意识到 原来钟说天使之管是个巨大的迷宫 是这么个意思 可他们对迷宫的情况一无所知 该如何走出去呢 柯南突然想到 光烟误打误撞在东莞壁炉附近 发现了白骨 因此他们只要朝发现白骨的东莞方向走 就可以从东莞的壁炉走出迷宫了 虽然知道了大致方向 但前方插入口还是太多了 原来不由的有些担心 他们在变成白骨之前 能不能走出迷宫 眼看小伙伴们情绪低迷 柯南特意给大家讲了一个希腊神话故事 相传 一半是人一半是牛的牛头人 因为性子残暴 被国王父亲关进一个极其复杂的迷宫困住 但牛头人再怎么不堪 也是自己骨肉 国王每年就从雅典挑七个孩子送进迷宫 雅典的英雄特休斯听说这件事之后 闯进迷宫打败了牛头人 并从迷宫中走出来 而他走出迷宫的方法很简单粗暴 进去是把毛线球的一端系在迷宫的入口 一边拉线一边走 届时再沿着线往回走就可以出来了 恰好柯南他们穿的都是毛衣 可以轻易拉成线团 于是他们几人分工合作 柯南负责解谜 不美他们用毛线排查出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 毛线快用光时 光燕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白骨 柯南他们从东莞壁炉出来 就看到等候已久的百合子和钟 百合子没有受伤 也没有被绑架 是因为钟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他被吓到了才尖叫的 现在已经下午六点多了 距离截止时间只剩不到三小时 虽然柯南解除了下一句谜语 但注定拿不到宝藏了 因为尾变成头 今儿五变成紫 紫在方位中指的是北方 在时间里表示半夜零点 半夜零点早已超出截止时间 因此柯南猜测 钟一开始就解开了牛角消失之谜 直到中午十二点一过 南天使塔的机关就会开启 所以只救百合子一人 故意让柯南他们都掉进迷宫 进而阻碍他们的调查 面对柯南的指控 钟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直面无表情地提醒柯南 时间紧迫 祝他们好运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离截止时间只剩一个小时 想到在迷宫里 小班们那么努力找出口 柯南不忍让大家努力白费 站在窗前一遍又一遍地默念谜语 企图从中找到 打开北天使塔的其他方法 在他想到入神时 探照灯照了过来 手中的黑水晶闪了一下 又联想到昨晚不美说 被灯照着的天使有些可怕 柯南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为了印证心中的猜想 柯南要去东天使塔 将黑水晶安装在探照灯的凹槽上 当探照灯的光照到北天使塔上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黑水晶投影在地上的位置 就是宝藏所在之地 见柯南解开了宝藏之谜 钟把腿就往宝藏地跑 然后拿着锄头吭吃跑地 紧随而来的袁台一把把钟撞到 然后怒骂他恬不知耻 居然觊觎小孩子的宝藏 钟没有理会 只想继续跑地 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塌陷 露出一个山洞 袁台等人压着钟前往山洞 走到尽头时 差点被眼前的金山闪下了眼 震惊过后 柯南直言不讳地表示 钟从一开始就觊觎这些宝藏 利用秘书这个身份便利 最先知道谜题然后解开 但他在时间上推理错误了 以为晚上9点再告诉大家谜语的话 就没有人能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挑战 对此会员有些不解 如果他一开始就觊觎着这些宝藏的话 老爷子走后完全可以验证一下自己的推理 然后拿走宝藏 柯南表示 如果这么做的话 就变成了犯罪 他完全可以光明称大地领取这些财产 没错 钟是第18个继承人 所以他才擦掉了之前所有挑战者留下的信息 并加以阻碍柯南他们 钟否认了柯南的推理 他只是按照老爷子的指示行事 并不是有意为难挑战者 更不是想把财产收入囊中 会员和百合子相信了钟的说辞 因为昨晚设向他们的那把匕首 不是为了取他们性命 而是为了提醒他们前面有高压防盗电网 从对方逃走时的脚步声可以听出是成年人 在场的人里 只有钟是成年人 所以他们相信钟没有说谎 老爷子的继承人 被剥夺信誓的同时 又被留下来孤身守在这个豪宅里 思来想去 只有一人符合这个身份 那就是老爷子的孙女婿 百合子的父亲 钟解开谜语的目的不是为了金库 而是金山上那张照片 照片上那个神似百合子的小女孩 就是老爷子的孙女 百合子的母亲 钟的妻子 因为百合子的母亲长得比较像老爷子的妻子 所以老爷子生前最疼爱这个孙女 没想到孙女长大之后 居然跟一个男人私奔结婚 老爷子气急败坏之下 下令全国搜寻 一定要将孙女带回身边 因为老爷子认识黑道上的人 怕两人继续在一起会惹怒老爷子 所以百合子刚出生不久 他就知道一起假意外离开他们娘俩 后来他阴差阳错的来到老爷子身边 为了平息他的怒火 终究全心全意服侍他 期间也不敢联系百合子的母亲 直到去年老爷子突然想说见孙女 他派人去找才知道 百合子的妈妈去世了 老爷子大受打击 身体突然加速衰弱 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财产之谜 这个谜题的真正创作者是百合子的妈妈 那是他小时候想出来的 因此老爷子坚信 能解开谜题的人 只有与他孙女一脉相承的百合子 光研发现的那具白骨是假的 百合子决定将天使之馆 建成一个牛和迷宫的主题公园 因为百合子认为 那是曾祖父生前的梦想 迷宫可能是老爷子 为了让孩子们高兴而悄悄建造的 以上就是明日探克南 诡异的天使之馆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